我們來看看如果從這個群組怎麼樣來建立 群組跟課程老師知道差別在哪裡 這個我們先講一下 群組跟課程的差別 課程比較像是只有教材 群組像我們現在這樣 上課好像有班級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所謂的班級經營的概念 這邊就比較單純 整理教材而已 所以老師如果您不是在電腦教室 或者您不需要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很多互動的方法嗎 對不對 那假設你不在電腦教室 你可能是有兩種上課方法 一個就是你做課程 我就專門整理教材就好 我上課的時候反正老師前面有電腦就播完 就把那個當作是你的教材來源 那如果您可能是在電腦教室上課 或者是要同學 他自己可以回去練習的 那你就用群組 因為這樣子 像我們剛剛要看那些所謂的統計結果 就可以即時看到 所以那個是不是就屬於班級經營的概念 這個叫群組 那我們現在在群組這邊呢 您進來之後 沒有那麼多難 您只有一個 因為群組跟課程呢 指的就是你加入的 或者是什麼 你自己建立 發現這邊是公開的 這樣也比較清楚 所以老師了解這樣 差別之後 我們就 這次從群組來試看看 那我剛剛講的 您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您一般看到的 各位應該是這樣的 我兩百多格而已 沒有關係 你就按這邊 有沒有一個建立 右上角這裡有個建立 我比較習慣 用條例式的 因為東西比較多 這樣看得清楚 建立一下 那你在這邊就可以寫上 比如說哪一個班級 對不對 或哪一個課程 好比如說我們這邊 好那麼 我就可以按建立 就可以按建立 如果說以後 老師 已經有亂過一年 或一個學習的 那是不是就有很多 其實你就可以 只用匯入的功能 也就是 我建立一個新的 是不是全部都從來 可是如果 我有亂過的 我就把以前的 是不是直接 好像複製一分過來 這叫匯入 這樣了解 這樣是不是要改就比較快 所以 用完弄 只有一件事情 凡事情 剛開始的時候 他比較辛苦 你的第一年很重要 等你有過 第一年之後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像我已經第第四年 第五年了 就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 按下建立 好 你看 我建立好了 右手邊 他會自動把你抓一張圖 有沒有 那這樣就進來 有沒有訊息跟任務 只是現在裡面都沒有資料而已 那我等老師一下 現在老師一起建置好了之後 我們先看右手邊 來這邊 你看右手邊其實 他的功能 有沒有都在下面 對不對 都在這邊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 設定一下 那一張圖 還有你這個班級的說明 你可以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設定 好 設定 好 剛剛我們改的那個 是不是在這裡 萬一你要改 就從這邊 這是第一個 我的描述 你也可以寫在這邊 這樣人家加錄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那個說明 第二個 有沒有一張圖片 他內建好像有 大概 差不多二十來張 有沒有 你可以挑 但是我是比較認真一點 你不覺得我都有 設不一樣的圖嗎 因為我如果都用這個 你怎麼看 一點都不夠專業 所以我都會自己做一個 都會自己做一個 那再來就是形勢力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綁定形勢力 這邊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 這邊你可以 改好的 或者圖片改好的 就按儲存 這樣就可以 那 您看我這邊的 你不覺得像我這個 一眼都可以看出來是什麼嗎 對不對 我有上面大部分都會寫 這是哪裡 因為 課程比較多 這樣比較快 如果都用這個 那有圖跟沒圖就差不多 好 所以這個是 我自己的一個習慣 那OK我就再點進來 好 建好了之後 你看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叫做代碼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看設定這邊 預設大家建立好之後 其實都是什麼 私人的 也就是不會出現在這個 發現裡面 因為你不見到跟我一樣公開啊 對不對 你可能不想公開的 就是私人的 相反的 如果你想公開的 你說跟我一樣 想不開的 你就按下去 有沒有變公開的 這個時候呢 別人在發現就會看到 了解我 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公開 好的 按儲存 不要就關起來 就把他關起來 就不用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既然不公開 別人要怎麼進來 對嘛 所以您剛在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外面這邊有一個叫加入 那你要 我既然不公開 你總是要給我一個門票啊 所以呢 這個 點進來之後 這裡 產生代碼 這個就是 產生一個課程的代碼 你就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一個號碼 萬一有裡面 有的人比較忌諱 有沒有 你就按重測 找到你喜歡的 再來用 這樣會的齁 別人就只要有這個代碼 那加進去就好了 等到呢 通通都進來了 好如果你覺得 通通都進來了 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代碼清掉 或者我更換 那舊的代碼就失效 別人就沒辦法再進來 這樣了解 如果你就是怕說 別人在看的時候 怎麼 不向待人跑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清掉 這樣就等於是一個封閉的空間 這樣了解了 這是 您 群組裡面要不要公開 還有就是怎麼產生代碼的方式 那 下面這邊呢 就有更多 就更多 我們等一下再看 您先找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任務 對任務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任務 你就從這邊 新增任務 好 那任務的名稱 您看一下我用另外一個 您看我們剛剛這裡面的 有沒有發現有好多個任務 通常來講的話 我會把一個課程 假設是常態性的 就是可能 一整個學習的 那我就可能是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那如果是像我們這種延期式的 我可能就沒有分那麼清楚 可能就沒有分那麼清楚 可能就是直接 像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 這樣叫一個任務 一個任務 那裡面有 可以有N個教材 有N個教材 像這個就是屬於常態性的課程 有沒有 第一堂 第二堂 有沒有照這個 等於說 我一個裡面搞不好有很多 我現在是都比較 比較那個一點 就是會附上歷史教學影片 有沒有 就是我這堂課 那裡面我有寫過哪些 然後呢 我會把這些內容 上過的影片 就放在裡面 那同學呢 在預習的時候 就會比較 可以先看 所以我大部分 都會在 訊息這裡會先公告 下個禮拜 要上什麼內容 有沒有課程進度 對不對 請他們先進來看 先進來看 然後上完課 我就把影片就公佈在上面 等於他可以看到 上課前 先預習嘛 然後看到以前的我 上課的時候 本尊再教一次 回家的時候 還可以再復習一次 這樣子就三次了 再不會 那也 沒關係啊 再看一次啊 我也只能這樣講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 您了解它的概念 這個是 常態性的 跟研習的 我可能 這樣的方式 那麼 我們剛剛既然已經見好了 你就來增加 比如說這是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程 進度 好 那 您就可以在下面來新增 來新增 好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是影片 是不是就一樣了 開始就把你的影片的內容 是不是就開始弄進來了 就找到一個 好 這一段 我們加的 你就 複製網址 主持 主持 貼上網池 抓到了 進來 指定好範圍 也分身都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繼續增加下去 那麼記得 因為我們在群組裡面 預設是不是關閉的 所謂的關閉就是說 不開放 先還沒有要開放給同學 可能老師在準備中 像老師您剛剛看到的 我這邊有很多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把全部的內容 就公開給學生 他會嚇到 這堂課他會不休 我一週一週 慢慢抽絲撥緊 因為我的資料都已經在上面啦 有沒有發現我後面是關閉的 等到要上了那 前幾週 我再開放 慢慢開放 所以你知道這個我亂過很多輪 我的資料是都建立起來了 我只要負責開放開放就好了 這樣子老師有沒有比較有感一點 如果你開放了 也可以隨時關起來 沒關係 我就按 新增 這樣你就看到 有沒有我們多一個任務 就跑出來了 打開這個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使用一樣 那你要再繼續編輯怎麼辦 就從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這個 按一下 是不是又回來了 好有需要修改 新增就從這邊 那如果您是來自雲端硬碟怎麼辦 也是一樣對不對 這裡 是不是這裡 網頁 雲端硬碟就是網頁 只要你有設定好了 跟Google上號綁好了 是不是按下去 就可以找到 不管是上面的影片 你看 我剛剛傳上去前行載料已經有了 在這邊 這就可以直接選了 如果說你想要這個 像這個是MP3的 也可以喔 因為這是廣播節目的 有些不錯的廣播節目 錄下來 就可以 這樣子 所以 假如這是這個 一樣選取好 我就把它 放進去 不過當然因為它是屬於 雲端硬碟上的影片 所以它就沒有YouTube那種特性 你看我們剛剛提到 YouTube不是可以直接 起氣範圍 好 那群組的部分 如果你是影片 是沒辦法直接加題目的 我們上次有用過那個 課程的 是可以直接加題目 如果在群組裡面是不行 好 就只能指定 起氣範圍這樣子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您如果這樣做好了 就OK 就可以放進來 那你要看統計 就是按右手邊 有沒有就看到那個統計情節 只是因為現在沒有學生嘛 所以這邊你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 OK 那我把畫面還給老師 請您試看看囉 臨到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 那個新增任務就可以了 謝謝 那我來就看不到 你見面了 你見面了 我來看 你見面了 你見面了 感谢观看